约伯记 第八章 苏亚人彼勒达回答说 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 口中的言语如狂风 要到几时呢 神岂能偏离公平 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 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 他使他们受报应 你若殷勤地寻求神 向全能者恳求 你若清洁正直 他必定为你起来 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 你起初虽然微小 终究必胜发达 请你拷问前代 罪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 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 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 他们岂不止叫你告诉你 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呢 蒲草没有泥 岂能发长 炉笛没有水 岂能生发 上清的时候还没有割下 比白样的草先枯稿 凡忘记神的人 景况也是这样 不前景人的指望要灭没 他所扬赖的必折断 他所倚靠的是蜘蛛王 他要倚靠房屋 房屋却站立不住 他要抓住房屋 房屋却不能存留 他在日光之下发青 慢着爬满了园子 他的根 盘绕石堆 扎入石地 他若从本地被拔出 那地就不认识他 说 我没见过你 看啊 这就是他道中之了 以后并令有人 从地而生 神必不丢弃完全人 也不扶住邪恶人 他还要以喜笑 充满你的口 以欢呼 充满你的嘴 恨恶你的 要披带惭愧 恶人的帐篷 必归于无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